东流县码头边 绿烈溪跑跑跳跳 准备司机搭船偷渡到小琉球 另一边在庙宇竟然也出现绿烈溪 站在神岸前仿佛学人跪地祈求 屏東县不论在哪个乡镇 都可以看到绿烈溪的踪跡 居民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他们早上都在那边做日光浴 真的喔 大小只都有 之前还没那么多 现在几乎每天都看得到 数量是还蛮多的 外来种绿烈溪攻占屏东全境 居民仿佛生活在电影侏罗纪公园里 县府从108年起 编利预算委托高手捕捉 近来光是一个星期就抓了上千只 但却怎么样都抓不完 数据会说话 108年捕捉数量4000多只 到109年翻倍成长 110年再翻倍来到19000多只 111年稍微下降一些 但112年整个大爆发 抓到34000多只创下历年新高 今年到目前为止 也有23000多只 数量明显快速增加 因为绿烈溪的繁殖能力 实在是很强 那一只母蜥一年 如果这样子繁殖的话 可以生大概七八十只都跑不掉 屏东这边的气候 又蛮适合它来生长的 幸福人员表示 绿烈溪在野外几乎没有天敌 加上一次能繁衍好几十只 导致数量暴增 最大的危害 就是会啃食农作物的幼苗 因此在西边田野间 最常看到它出没 旁边是什么田 这是毛豆田 毛豆田 很多绿烈溪来这边吃 对啊 也是危害很严重 以这个时节来说 就是东港西的流域 刚好这个时间点在种 红豆毛豆这些 有比较多的植栽幼苗 农民比较常通保的话 那我们移除的数量 也就会相对增加 地方预算加上中央补助 每年花好几百万捕捉绿烈溪 却比不上它繁衍的速度 政府也祭出抓绿烈溪换农产品的奖励 希望靠全民通力合作 少一只十一只 女士新闻 红云生陈子平 品农报道 一位民众也通报我 他直接打电话给我 我说